各位平安家居好生活的粉丝团 连友大家好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在粉丝团跟大家直播 大家有超过半年了 真的很久了 其实这段时间 我们的编辑们都忙着出书复杂志 因为我们希望提供更多的内容给我们的读者 那当然还有我们的连友 大家其实每天都可以从脸书 可以接收到很多不同的讯息 那接下来因为我们这整支半年 几乎都在完成一些内容 那我们也累计非常多内容 所以我们接下来每个月最少 最少我们都有一次直播 那今天我们半年来第一次开场的直播 我们一定要来一个最近的好朋友 就是我们的张主任 主任要不要跟大家问好一下 半年了 半年了 上次我们在那边也就是半年前了 对就是在我们出了主任这一本书 聚彩中复近年的时候 那我们主任这时候去年在前半年都想 会跟我们聊一些中复的事 其实还是蛮多 听作还是蛮多 所以我们今天今天我们一定要来问一个 大家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早上好像有遇证 对 好像有 有若语正道的感觉 蛮多的 对 尤其前一阵子 花莲 害怕中复发地震 对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本市团的联友 最关心的是什么 最害怕是什么 当然是地震 然后 所以其实我们 他们就很想要知道说 因为地震完之后发现他们 家里有一些裂缝的问题 他们很担心 因为你知道那个花莲地震那种楼倒塌 然后还有就是之前到还有台湾 然后大家可以这种地震后的裂缝 都是蛮关心的 那想要问一下主任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们 我们读者传来的照片 等一下会看到 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照片 我想请教于主任 为什么这些裂缝会有这样的裂缝 那怎么样裂缝你要特别注意 其实在裂缝上面 如果说窗边的裂缝是 注意的是 应该是算柱子啊 梁啊 柔板啊 还有就是 简易藏缝是弄小的 那这些裂缝是要很少的 那这些裂缝就不是 好像没有裂缝 所以如果是窗边的裂缝 大家不用太害怕 可是如果你的梁柱 通线的裂缝 就要很担心 还有这种简易藏缝 那可是裂缝有很多种啊 要怎么样的 看起来哪一种最能行 是细细的裂缝吗 还是要交叉的裂缝 还是要交叉的裂缝 还是工具要拿多少 以后我们就要特别的警戒了 一般有交错的裂缝都是 交错的意思是差不多 我都是 有这样一次连缓裂缝都不是很好 我们结构上面也有所受影响 那如果说一般像板材跟板材裂缝呢 那问题就不大 因为大家很可能知道就是说 板材跟板材之间常会出现一些裂缝 对 所以有些像梁柱出现如果差的 然后有没有差 或者B字型的 那有没有说 几公分 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 那这个其实就要很小心 但是有一些 凤就还好 像大家最长生性的 天王板 天王板的裂缝就比较 还好一点 因为天王板 这时候不是书德线也好 或者是木格线也好 就是刚 我把上面所做的 他肯定之间就是板材跟板材的相机 对 那些相机的 那这个地方肯定就是地震会让它裂毯 那裂毯 其实现在我们以前是在用玻璃电位网 对 对 那现在我们开始就有另外一个叫做 那个这个就是PE网 哦 就是呢 那是一种 因为甚至纺织品 哦 是有纺织品 对 所以它在那个压缺率可以分比较好 嗯 所以像我们再介绍一个东西 因为它还有蛮多的 它还有蛮多有用途的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看到天王板 有裂缝是因为 呃 主要是因为两个材质 因为天王板有些是 然后加上四川盖板 然后就都接一会是异财的关系 所以它那个接缝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是很容易产生裂缝 那这种裂缝大家都不要害怕 那要 可是那个裂缝还是很难看的 所以理论就讲说 其实现在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解决 像这个PE是一种纤维 然后它是可以解决 如果你在施工的时候 加了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是可以减少那个裂缝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继续介绍 因为它蛮多有好多的用途 那其实呢 我们消费者其实最关心 还是绑用水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之前去年初的主任 因为剧彩焦魂地围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因为有读者 就是这本 大家可以讲 也是我们连接我们 30年来的一个实战经验的书 但是因为读者 就有读者说 这个应该有一点点工法 就是对工法点理解 但是呢 它会比较动 这个比较比较拱的 这个怎么去 用这本书 那其实绝瑞已经讲的是蛮钱了 那而且它提供的是很多 呃 工具的计划 更优质的方法 那可是呢 还是有读者 因为你知道吗 也不是所有人像的 很多还 因为我们 接触这个产业比较久 所以大家对工法一定有点知识 那我这个没办法 那没关系 我们今年呢 就出了这一本 叫做装潢新手的第一本 工法的书 叫做 斯波迎来全阶解人QA300 那为什么要出这一本呢 因为这本书呢 我们都是把一般 我们在装潢上 遇到的问题 然后用很潜水的方式 让消费者知道 那你看到这本书 其实大概也遇到一些 比较基础的装潢工程 是没有问题的 也在这里面都可以得到解放 那在这里面我们编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啊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 潢漏水的时候 潢漏水跟裂缝 刚才讲裂缝的时候 裂缝刚才裂缝的时候 就是裂缝刚才裂缝有讲 就是一台词 就很容易做 如果这个是木头 这个是墙壁 那这个那旁边的伸缩比不太一样 所以它很容易就裂开 那裂缝要怎么办 所以在施工的时候 好像这种异材质 我们都要用这种 这叫防裂 这应该叫做 应该是一片批一模 对批一模 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的名字 应该叫做 批一防裂模 防裂抗裂加强 加强网可以这样的 抗裂加强网 有没有 它主要就是抗力 我跟保险玩一下 哦好啊 我剪刀 我剪刀 我们是准备好上去的 其实这种东西 是好东西 是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一般的纤维膜 纤维网的话 它可能一丝 它就脱了 脱了之后 它脱了之后 它甚至会把你的 因为它一些纤维刺 只会吃到你的礼物里面 可能就会很害怕 嗯 那这种呢 哦 他也听不过你 还好 你看 这种 恶魔它的任性多强 所以如果说你这种 我贴在你的天花板的裂缝里面 然后再去捕图 然后痕迹 我们它的裂痕就不会出来 就是把这个裂缝 把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抗裂加强网 抗裂加强网 网友贴在那边 就是一材实际 对 对 对 反正这些魔人偶如果 不平的时候 可能 可能网友 没办法去用手去触摸 去保险 你能够看看 它很薄 对 它很薄 所以你在补图的时候 你不要补太厚 是 那现在我们在 我们在我们的工具 我们也是用这种 那这种的话 可能是你看到 这就是跟一般那种 玻璃节纹网不太弱 因为以前我们 很多人是 反用玻璃节纹网 然后是 这个 就是 它 热性的比较强 对 然后所以它 抗力是比较快 地震纹网就要脆弱 然后 万一就是 有地震的时候 它可能就比较脆弱 很容易就热开 这个因为它有 那个 它那个是比较 它那个纤维很强热 所以它就比较不容易 那这个其实不是只有 用在我们刚刚 碰到那个变化的 一材比较 因为就像我们读者 最关心的那些 其实就是防漏水 这个也是我们主任的强项 主任可是有 这个防水执照的 然后讲一下 那台湾应该要知道 就是 我们气候的关系 我们有很多台风 然后我们也潮湿 所以好像 好像没有一腹 多漏水的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剩漏水的问题 尤其是台北市 大家都是老婚女 像我家也是老婚女 就40年了 那个真的是 别乱买 那个水泥都会 很难提去 没有漏水的问题 那像 我觉得漏水的话 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浴室 浴室 浴室其实漏水是 浴缸 什么的老板 都是大家最关心的 对 台湾的影响的地方 就是漏水的主要 主要的来源 那其实上次我们出 那个聚彩 专门评的这本书的时候 主任也一直有教我们 有关于在浴室 防水的问题 就是台湾 台湾水泥 就是一定要很确实的 上那个弹气水泥 对而且一定要上到满 不能上 上半天要满上 不然因为有时候有些工班 就要车软一点 他就想说你唱个一百八 一百五一百六 对 他就想说一百五一百六 你水就要溅上去就好 可是要忘记现在人 健康都很好 所以那个阴阳都很好 都很高 小孩子动不动想要百八 然后离开绿的话就冲到 就潮过 吞出来了 所以所以台湾水泥 一定要到一百 防水之后都会再做到满 一百五万 那边边角角 主要是上次我记得 一千十公分是放玻璃圈的网 所以这个也可以 这个东西也可以用在 用在那个边角的 可是他用的是比较宽的 比这个宽的 因为我们一般 一般都在边角 我们只希望说上游 大概往上十公分 往下十公分 所以他这个只有三公分 排度数不够 然后我们就会跟公司去跟他讲 所以我们可能要二十公分 寬的这种低膜 然后就却在边边角角 那这个是可以都在洛杉口附近 这可以弄在洛杉口附近 对 因为这个是有尺寸的 这种抗面加强房是有尺寸的 那如果说 因为大家就知道浴室 又边边角角 要特别特别的加强是他的防水 那就要加这个抗面加强 日本做的 日本做的 对他们是在日本代工 然后他们在进来台湾 台湾销售 所以他们的防水材料是相当好的 我知道 因为我之前我们主任是对防水非常了解 然后也因此接到 跟认识的一些很专业的师傅 他师傅一直也都有跟我们讲说 如果以防水这个材质来讲 日本的材质是像是 那大家有这样的期待 所以这个产品是日本代工 然后对 这是算台湾品牌的 台湾品牌 但是在日本代工 所以如果像浴室的反选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比较宽的 宽版的 这种抗面加强网 然后用在滴滴角角 然后在就是台湾销售先上 看他们会先上这个 像这个 那这样的保证你的滴滴角角 不会再弄卷 特别是那种说 清德尖墙 清德尖墙本身是 他是用那个 铁剑 铁剑之后 然后换1.3.4的清德尖墙 所以他的一身墙的裂缝一定会有 因为他不是一纸 有没有 所以他会有裂缝 那如果再贴这个的话 对他的防水性会更好 所以如果说 除了浴室的这个编角以外 大家知道浴室的编角要建立的话 像有一些壁材质 像可以比较说 像隔天墙像有时候 我们很多风雨 像我家是小风雨 那个冷气孔 对 因为现在很多冷气孔 他要装那个地挂室 所以就蹦掉那一根窗 可是其实那个窗户 像我们他 那个窗户之后 还是有时候 这个水 因为他只是用 木板收起来而已 那这个也可以用的 对 一般我们风雨 嗯 那个窗的话 可能就是这只墙壁 嗯 那我们就用 脚要 然后再去干拌板 再来去交锋住 对 因为他们的伸手比不痛 嗯 所以或者是力阵 他能把它裂开 嗯 弄裂 那我们一般我们也会用这个 对 靠点网 然后再铺在上面 然后让他尽量不要 不要拉扯 拍那个裂缝 对 所以其实 那这个东西用好 那比较短 嗯 还还还蛮好用 对还蛮好用 因为刚刚听起来 天花板 你天花板 你那个两个材质 接后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 绑起它未来 这种的时候 就是贴完 上游戏 你就比较不会有裂缝 然后浴室呢 边边角角 用这个的话 那你也不用担心 就说那个裂缝 然后因为边边角角 有时候我们台湿水里不见得 可以不到很绝 可是借由这个 呃这个这个这个台 就是抗烈加强网的那个 纤维的力量 可以让它包含好这个 这个弹性水平 也是加强 加强 也是加强 所以它就是 其实就是有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有时候工程就是这样 工程呢 就是 就是 你只要在过程中 多做一两个事项 其实后面 反倒就很少 就不用凶散 就不用凶散 凶散就赚不到钱 凶散都要亏 你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是很张惊攻伐 为什么 因为不想修散 哈哈哈 修散就是成本 你知道吗 很多 很多人说 有女人说说 哎 没关系找修散 其实设计师们都很怕修散在位置 因为一个修散 一个失控出去 正常都是两千三千 就早上就两千块就不见了 一千块就三千块就不见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 不要让他有太多的后遗症 对 常生 预防 然后尤其是 如果你是没有找设计师的 那个还没有人可以扶你 你要找 哥哥将你的工班 结果你的工班呢 因为做完你的工程就不见了 所以你还好 想特别把找丁 可不可以 等会不可以 因为没有下一框 对 大家都知道 现在找任何工都有点困 所以 其实 可是这个东西都是可以预防的 只要我们在西工的程序 工序上多注意一点细节 就会防止这件事情 像我刚刚讲这个抗列 抗列网这件事情 抗列网呢 抗列加强网 也不过就是加强一个抗列网而已 其实你就不用担心 练花板贵练缝 然后再加宽一点抗列网的话 你的律师的边讲 就防守做的更好 如果大家可能在我们直播 没有听下去的话 发现这本书里面 这本书 对对对对 我们这本书呢 都有把这件事情写上去 你知道就是我们都有把 有关于这个这些西工的小细节 都有写上去 那刚刚我讲的就是像 像以后 不是这很好玩 工程 可是我们自己 就是像我们00年上看到现在 我们接触设计这个已经 像我已经快了17年了 那呃呃 刚开始你可能觉得设计形式就好了 我但后来才会觉得工法才很有趣 嗯 就是工法在决定 所以后面 承担 决定维修 然后决定他最后落实地 甚至叶祖如果他没有维修 嗯 他就觉得不用烦 对啊 如果决定就不行 这个也落 那个也裂的也好出来 对 可是你再好 那个都会显明 对 你设计的在美 都是 所以啊 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去工法 是就是希望在一些小细节 然后把正确的工需告诉大家 然后多出一些细节 就可以防止这个问题 那主任的具彩装皇帝也 也是一样的 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还是 那皇帝主任在这本书是有更多 他自己在内化的心法工法 独门 独门工法 这个我觉得蛮适合有些真实 有些东西要来讨论 那我们这一次好像除了 除了我们出书以外啊 大家还是最想要 听课 对不对 听课 听课 听课也要被公白吗 哈哈哈哈哈哈 对 因为去年呢 主任就跟我们开了一个三堂课 从基础工程 然后一直讲到一些装饰工程 那我们其实就是 那一次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还蛮讶异很多 很多读者 不是只有一般性的读者 连设计师都来听 那他们都很想知道说 当然看书 书买回去呢 就随时可以翻 但是呢 如果有人当场跟你解修 那因为刚刚可以提问 那当然是更好的 所以去年我们开了一个三堂课 然后我们就要讨论 关于基础工法 就是文文工法的事情 那今年呢 我们一样哦 一样哦 因为大家知道 马上进入梅雨季节 所以 也许最近大家发展坚持的不太有病的 好像 露损又多 露损又多 露损的问题 大家又开始 因为露损也会造成 裂缝 裂缝就会有露损 对 所以露损的 在我们台湾可能是投不掉的 嗯 我们这场课 我记得我们是有分三堂课 对 对 第一堂我们是上 去重逐电视 是不是真正的露损 对 其实在这一个行业里面 有很多露损 并不是真的是露损 你是派下去像露损 是上次潮湿 我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常常问 就是说 呃在这次 刚刚主任讲的是 有关于我们这次课程 因为我们 为了让消费者 很多读者听众 还有当然也是 游戏车设计师 那对一些防露损可以更深入的理解 所以我们在4月22号 好 在我们这一栋楼 就是我们城中的呃 到楼 我们要主办一个课程 就是有关于我们张主任的传 他要亲手 有关于防露除地案的三堂课 然后就教三堂课 就教你搞懂 我们叫防露除地案 那主任呢 非常认真 他为了准备这堂课 哈哈哈哈 其他都不知道 其实老师很辛苦 老师你知道 有时候像上次我们 开了一个 有关于生意公司的运营课 我大概准备半天的课 我可能就要准备 准备是三个小时 可但我可能 花的是好几倍的时间去备课 一个礼拜以上 对一个礼拜上去备课 那这次张主任 在4月22号这一堂 防露除地案的三堂课呢 主任他也 也把他所有对于防露水的 过去的知识心法 命绝全部奉献出来 那刚才讲 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个部分就是 大家常常会误会 像我 我觉得有些地方有些习惯 他也没有水管通过 他也不靠外层 他也没有靠窗 但是他就是有币癌 他是真币癌还是假币癌 币癌度是真的 币癌是真的 是怎么造成币癌 但是密入水 还是要水 是外来的水 还是可能有水 其实好像钻墙这样子 钻墙如果说 他里面的 里面的那个洞太多 钻墙里面会有 里面不不好 对 是不是没有完完全不满 他可能知道里面有空气 空气的水分 空气就变成水分 空气就变成水分 不是漏水 那不是漏水 那不是漏水 是吧 对 所以我们就老实告诉你 只要把它打开 然后再去補 他就没有问题 对 所以第一堂哥 我们是想便吃什么 什么肉层 第二堂哥 我们是想说怎么去解决肉层 第三堂哥 我们会用比较新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第一堂哥 就是抗略加强网 然后整个许多 还有还有 他们公司做的东西还蛮多 还有一个叫做 那个叫 冰基橡胶的一种 上面的一个防水柴 哦还有防水柴 对 他甚至在我们在房路上面 可能也不应的 只是我们厕所 或者是我们做浴缸 之前我们 我们这本书里面 是具体通关系的 上面有介绍怎么去 去浴缸 我们是介绍 虽然不锈钢的 湯底 对 不锈钢网 但是他现在他们公司 也有一种支持 就是像我们 丁基橡胶的方式 可以把它 其採 可能就是 这个我们到时候 那个是 课程可以讲 就没有做不锈钢的 对 我们说我们第三堂 我们是怎么去预防漏水 就是辨识漏水解决温水 对 所以我们这段课 我们要为大家先 第一堂会教大家 辨识漏水 第二个是解决漏水 第三个是预防漏水 你看就是辨识解决跟预防 这个大家应该都觉得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尤其是深受漏水 避来疏苦的 我们的联友听众 真的是 读者都是一样的 还有很多生理师 其实很多生理师 他也是 也都玩久绝 认他 甚至是 有限 然后他只是 自标不自本 所以呢 常常 后面就得 有时候 我们又会欺负他 对 然后出来之后 很多东西就没办法抓 其实我们那一天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我们可能还会拿 比较新的仪器 也不是很新啊 就是 我们在做 因为我们在这边同步过程 我们同步过程 会有一种叫做 测压液剂 我们那天我们 在课程里面 我们会给大家 介绍给大家一下 还有就是 去测 你的墙里面 四公分以内 行的课分 四公分以内 还教大家怎么去测 这堂课真的很好 就是你怎么辨识 是辨识漏水 然后病癌之类的 然后解决 然后最后有一个叫浴房 浴房 不会又会带好多工具来 这堂课一整天下来 我们现在是 有找鸟优惠 报名三千块 然后如果说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 这个我们这次直播 下面 会有一卡报名的 网址 大家赶快就是找鸟 找鸟 找鸟报名 才有优惠 是三千块 如果不是找鸟的话 它会变成三千 三千 四千 它会变成四千 五 三千五 四千五 四千五 对 还有就是 对 另外一个就是 也是 一样跟他们公司一样 金融帽 是 他的家庭 我们家庭在做太铁别屋 可能就是 冰孔好像就漏水 啊对铁别屋 因为只要有缝隙 就一定有漏水 对 对 所以他们会帮十力控 对 那十力控 不管你是 不是帮你好 不管你是 就是 新版面好 热度会够 热度会够 水光就会老化 会很容易漏水 对 他的接工之间 也可能很容易 就被冰孔走漏水 嗯 之前不能讲 但是我们这张课 也会告诉你 用什么方式 哈哈哈 可以预防 可以预防 所以其实这张课 不是只有这个 这个消费指示 我觉得很多 CVC的工班 都应该来听听 可以吸收到 最新的一个 有关维防漏水的一些 知识跟材质使用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密技啊 诀窍啊 可以被 可以提供 主任是完全不常诗的 其实他每次都说 出这本书都被 公班界骂我 我们写那么详细 谁都说我没有 混怎么混饭吃 哈哈哈 可是呢 我真的要讲一下 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 资讯越透明 其实我觉得反而对 消费者越了解你 其实呢 更容易跟你配合 然后 不然有时候 很跟他讲解释 大家都说 然后他他也听不懂 然后呢 听不懂又要提出很多意见 那其实我 我一直始终认为 如果能够让彼此的兴趣 可以更透明的话 让大家方便 可以公布的话 我觉得是可能对 这一次 对这三分相对者 就是非常好的 好 那我再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那个4月22号 那个防漏选课程 这三盘课 我们有早鸟优惠三千块 那如果大家报名赶快 就是那个我们小编 像我们那样 我们小编 他会提供有会报名的王子 大家可以赶快来 来上这盘课 然后这盘课呢 除了我们 我们会有讲电视防漏选 解决防漏选 防漏选 然后最后他很多性态 只要包含 我们这一个叫做 抗力加强王的使用 用仪器来测出还有肉水 所以让强度 还有强的强度 所以如果你想要吸收到最新 然后最好的一个防漏选 其实的话那这盘课真的是不能错过的 好 那有没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我想要什么问题想要问 有吗 有吗 有没有问题 那网友可能觉得说这盘课 其实我觉得也很期待我们当主任来开课 我们太久没有直播了 很多网友都不知道我们今天 哈哈哈哈 其实大家放心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一直很想要 其实直播这件事情 我们一直很想持续进行 但是因为这上半年就是我们 在去年下半年 我们一直在感觉出一些内容 因为我们到年底是我们的初出让季 所以我们需要出备很多的书 那其实今年呢 我们的太阳家军好像有我们的整个冰队很对 我们都希望说不只是初出跟他分享很多军队的知识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开始课程 然后就这样是我们会透过直播 然后大家可以在你补修的时候 然后透看我们直播可以接收到最新的讯息 没有啦 现在还在休息时间 对对还在休息时间 那其实真的 张黄的知识 我想室内 室内这一块是蛮专业的 知识蛮多的 尤其就是说不是只有好看 因为我们一起雜誌 我刚刚解识 所以大家可能 大家不知道 我其实到今天凌晨2点才回家 因为我们雜誌是在结稿 那其实我们在讨论就是说 一个好的身份性质 是提供居住者一个非常舒适的生活 所以在居家这一块 那他解决的不是只有形式上 他还要真的生活起来舒适 工法是很重要的 工法有没有正确 然后以材料的选择 以材料选择 有选择到好 那这个都会影响你生活的舒适 那这也是我们希望在 快要家居好生活的粉丝团 能够跟大家分享的 然后未来我们也会 持续的进度直播 那我们直播呢 其实未来我们直播其实还蛮多 不是只有我们张主任 那接下来其实是固定 来上我们装潢研究室 来给我们讨论一些 有关于大家非常困扰的工法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一次没有 如果有任何有关于装潢工法 装潢的问题的话 我们都是随时欢迎你可以留言的 那一个留言 所以我们下一次直播就来帮你解决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 方家居的 这个育营人众所 那这些设计师 我们也会请另外 有些 老师叫黄黄明 甚至是来跟您讨论 分享一下 有关于市面设计公司的经历 还有帮他交易养成班 这陆续我们都会有一些课程 书籍 还有一些直播跟大家分享 那请大家不要错过咯 那我们今天是播就到这里为止咯 谢谢大家咯 主任谢谢 不要忘记 10月22号 我们的防漏水报名 早了才有任何会 在天快咯 一定要很快报名咯 请看我局咯 好 谢谢 主任谢谢 OK 谢谢 谢谢老姐 还好我没有合作 一直很想合作 谢谢老师 对啊 谢谢